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麦穗的小发奖 它的针法非常的简单 是在长针的基础上面进行变化形成的花样针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吧 四骨的牛奶棉线 2.0的勾针 记号扣 方面我们去辨认入针和出针的位置 6CM的压嘴夹 缝合针以及剪刀 在颜色上面大家也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色调 比如比较耐看的大地色系 或是比较活泼的彩色系 都是非常好看和日常的 小麦穗的发奖 它是由左右两边的爆米花针形成一组 我们一共是需要做七处 来达到6CM的长度 每一个发奖比较重点的地方是在于爆米花针的缩尾 大家可以认真观看一下 我们先从所蒸起蒸的方式开始制作发奖 确定的彩色 高于出色难形成一组 就是复壵的 shred的 根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完成四个锁针后 勾针划线向长针这样 我们回到第一个锁针的地方 把线全拉高至四个锁针的高度 重复这个动作三次 形成一个爆米花针 这个动作三次 重复三次过后,我们勾针绕线圈,一次性拖过所有的线圈 但是待会我们要在记号扣的位置 进入勾针 开心出来 勾针上会有两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拖过 所谓一整个暴力化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开始做第二组 第二组的入针的地方是在两个爆米花针的中间进行入针 首先我们掀起两个锁针 所有的质片向左进行反转 重复同样的动作 完成第二组 第二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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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